除了这种缘分 除了这种契机 更重要的我觉得是眼睛 我觉得目光的交汇 一定胜过世界上任何的利益和缘分 而这个目光 比如讲两人能同时看穿百年 他在做事的时候 两个人的默契和缘分 就会能够在一点上 特别深入的一点上 他俩能够融合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看一百年 一个人他就看一年 有好多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 他确实就是看一年 这事里边有没有我的利益 没有我的利益 我转头就走了 那么一个电影的话 比如讲十几年才能拍 这个导演还一定要把它拍出来 他肯定绝对不会是因为朋友之间的 而且不会因为朋友之间的利益 他一定的话看得跟朋友是一样长 我认为说得到 这些这么一期 我认为 我那是那么的